137 香港經濟日報 公民意識抬頭維權律師興起 2015年7月13日中國要問A20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高舉依法治國大旗下 內地法律界卻仍來一場罕見風暴 連日來不斷有維權律師被帶走 官媒猛力評擊 有網民直言 鄉視以定性 其他法院都殺了 8. 律師接敏感案最危險職業徐光室接N式抬頭 內地維權運動自2000年逐漸興起 當中維權律師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維權律師積極加入社會事件 女接敏感案件 也因而頻頻足及當局底護A 成為最危險職業之一 在今次事件首當其衝擊北京風瑞律師事務所 其主任鄒視風是近期造成中德關係緊張的 張苗案的代理律師 張苗之前任職德國時代周報 去年曾與外籍記者前往香港採訪佔領運動 返回北京後爭參加相關聲援活動 遭當局以涉嫌尋人之事罪名逮捕 既壓長達9個月 本月9日將廟獲無罪釋放 但周勢風卻於翌日被帶走 令人措手不及 維權律師群體增備思維結出其實 內地維權律師群體中 有不少爭視當局眼中結出 典犯人物 當眾 因替訪民 法輪功成員提供法律援助 而遭打壓的高志成律師 增獲中國司法部選為中國十佳律師 目前正做區壓的普志強 曾是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斯密斯 在上週五十日 的聲明中指出 中國政府逮捕的這些維權律師是中國人當中最有智慧 最勇敢的一批人 他們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他們擁有的知識和能量是中國應當大力採用 而不是強行壓制的 史密斯批評內地當局的行動 認為會對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訪美營造惡劣氣氛 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魏偉平認為 中國當局此波行動規模甚至協調無外 與過去逮捕行徑大不相同 極有可能演變成嚴重事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